大家好,我叫梁小俊 我在心里长大 16岁的那一年 我参加了第一次歌唱比赛 从那之后 我就会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 就是把唱歌当成自己终身的职业 我参加过很多比赛 也得过一些奖 但是现在 我希望通过生动亚洲的舞台 做一个真正能发唱片的歌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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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舞台上的感染力都有 谢谢 小军你平时都在干嘛 我平时是一位记者 你过去有任何表演或参赛的经验吗 有 我之前有参加过台湾的超级金光大道 是第五季的第三名 那后来为什么变成一个记者呢 我本来是有签一家就是经纪公司 本来都是要发片 但是突然就是公司遇到了这个财政的状况 对 我觉得公司也很努力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环境就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说我也觉得 那你为什么又要回来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 所以我想说在生动亚洲的舞台 可能我还有再一次的机会 小军 刚才你第一次那个什么转音啊 替你有点担心 但是后来越觉得越好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们 刚才有一个胖子分到一组去 因为胖子太爱拐弯了 但拐的都是戏曲的弯 然后所以你们俩应该去在一个组里 然后你可以影响得很好 好了 小军 四位其实是代表ABCD四个组 你要去哪一组 你自己要好好考虑 孙男老师 从内心来讲 你希望他来你这边吗 当然希望 因为够水准 表现力 音色 音乐 整个舞台上的一个感染力都有 小军 我是以爱才的角度 给你一个劝告 小松刚刚讲说 你很适合跟胖子同一组 他刚刚讲那个胖子 就是我在我这组 所以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小军 你要去哪一组 我觉得我应该会选孙男老师的组 是孙男老师这一组 好的 来 请你走向孙男老师 最终还是选择了孙男老师 对 因为我们全家都很喜欢孙男老师 对 对 对